这个海澜博士这儿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能够让我们迅速地知道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男人 那你介绍一下 好的 就是我想问一下 那个我们在座里可以想 我们一块来找到自己答案 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或什么样的女人适合你 那那个 你们一块想 从你出生一直到现在 如果让你想 想 想 回想 人生当中感到最最温暖的三个场景是什么 这些人可能是和你妈妈爸爸 或者是那个就是你过去的男朋友都可以 就是三个让你马上浮现到你头脑当中 你感到最最温暖的三个场景是什么 马上想 想一想 温暖的 非常温暖的 感到备爱的 是备爱的 必须是跟男朋友的吗 不是不一定 你妈爸爸也可以 就是温暖的 有爱的 所以你一生从你记忆起一直到现在 你感到最温暖 最被爱的三个场景是什么 观众们也可以想 这样你会对自己有一个答案 刘硕仙 您脑子 想好了 想好了 就这个就马上就浮现在眼前 第一个 就是第一个场景 就是我长大了之后 我反过来开始照顾我的父母的时候 我才想到的 就是小的时候 晚上 然后我妈牵着我的手 可能我们回家晚了 我困了 但是牵着他的手 我可以睡觉 我可以闭着眼睛 我什么都不用担心 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个试验 如果你闭着眼睛走路 你即使知道前面是平坦的 什么障碍我都没有 你也是会忍不住要睁开眼睛的 但是我就觉得 我对他的那种信任 就我妈对我那种随时随地的保护 让我就觉得什么都不担心 即使前面有什么账 有万丈悬崖 我都不担心 我妈肯定会拦住我 我觉得最温暖的一个场景 就是我能想象的 就是我牵着我妈的手 一边走一边睡觉 好 第一个 第二个 这挺棒的 第二个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前面有一男生 他自己考托福就走了 就是那个时候 初中就考托福了 然后他上什么课 他都学英文 你知道吗 就挺稀奇的 那个年代还是挺稀奇的 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妈也说了 我说这学习一点用了没有 我要退学 我要自自己 那我妈说 那你要在家里干嘛呢 我说我要自学琴棋书画 把自己变成一个色意双绝的女 将来我也会有自己的一番贴力 我妈二话没说说 没问题 好了 明天我就去学校跟你说 然后后来是学校老师 把这事给拦住了 说你可以先让他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但是待了没两天 我就发现那小孩 他需要找一种集体和安全感 你真让我自己琴棋书画了吧 我就六神无主不知道该干嘛了 我说怎么办吗 我说 哎呀当时那话说太绝了 我说没事 第二天就拿着两套 上好的真丝睡衣 去我们办住人家送礼的时候 哎呦我女儿还得回来 就是他对我那种 无时无刻的那种支持 我觉得特别难 无论我做的是对的和错的 他都支持我 太总 你想ate